欢迎回来NGO观点 其实刚我们谈到这个税的不公 那现在又要缴税的时候 如果在这种不公的状况之下 我不晓得电视机观众前 你们是不是对缴税会觉得是公平的事情 而且心甘情愿的 我们来问现场的观众好了 你们如果要像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 你们如果说要缴税 你们觉得心里会很甘心去缴税吗 愿意的举圈圈好不好 很难喔 先问他们有没有缴税 你们 我相信没有人敢逃税了 因为这个逃税有法律者 有人还达不到交税 好我问一下你们要不要缴税 都要缴税对不对 都是5% 好都是5% 那靖叔你再看 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缴税的经验 其实不公嘛 那政府又不敢扣富人的税 然后去年我们说的税改 最后只弄了一个移证税 你看到移证税的结果是怎么样 其实很明显的 刚刚部长已经讲了 我们的移证税本来是期待这些钱 海外的藏在海外这些钱 回来是在投资我们的产业 可是问题是这些钱回来之后 很明显就是在房地产 在土地在这一块 可是偏偏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部分 是一个大的一个税制漏洞 就是资本利得不克税 这是一个最大问题 刚刚主持人那个表贫富差距 那个75倍 我必须要讲 那个是法定必须要缴纳的所得 那个所得里面是不包含 所谓我们在讲的 这些资本利得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的国家负债 有所谓的隐藏性债务 这些所得还有所谓的隐藏性所得 其实是在没有报表里面呈现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税制的追求上 一直呼吁 我们其实如果是要做一个平衡的一个税制 就是你有多少所得 你就缴多少税 税率的高低 这个部分是可以讨论 但是不应该是劳力者所得都要缴 资本的利得这一块却是放纵的 其实刚刚在讲到的那个平衡税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我们的台湾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而且负债累累 那负债累累 政府又要增加去补助这些贫户 然后的那个福利支出又要增加 那这个台湾我们看到希腊已经破产 台湾到底会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汽油弹满天飞 难得砸石头 拟着拆掉路障 希腊雅典的街头变战场 希腊是这次欧债风暴的起源之一 国家负债累累 经济崩溃 失业率高达20% 人民找不到温饱的机会 气氛难消走上街头抗议发泄 这个社会气氛严峻 希腊想通过缩减开支 增加负税的措施 解决国债问题 但是税制不公 造成严重逃漏税问题 也是当务之急 欧债危机像瘟疫一样蔓延 全球经济困难重重 短时间之内要解决很难 除了欧债风暴 美国先前引爆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号称代表社会99%的一群人 向金字塔顶端1%的人讨公道 就是抗议赴税不公 造成这个世代的经济弱势 连投资大亨也看不惯 出来说句公道话 虽然占领华尔街活动 最后是遭到驱散 演变成全球遍地开花 却也象征贫富选书一世 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并争 回到台湾 全台家庭贫富差距 已经飙升至近75倍 成因不外乎是 租税不公等因素 贫富差距扩大之下 要扛大梁的青壮年世代 现在贫困的泥闹 台湾如果不想 布上希腊的后城 审认要追求世代正义的执政者 更应该要说到做到 其实过去台湾 就是很有钱 可是现在呢 我们国家负债累累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 为了弥补这个贫富差距 政府用很多的社福支出 也在增加 那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希腊 其实我很担心 我不晓得吴教授你怎么看 不只台湾 全球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华尔街 他们也是在抗议 对那美债也是非常严重 那日本的债也很严重 那更严重的就是中国的债 中国的债现在已经有 都开始要爆发了 那个叫做城投债 城市投资的这样的债 那来的时候就有人形容了 他每个省都是一个希腊 但是所以在台湾哪会不会 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 尤其在现在选举的时候 明明都开支票 而这个支票好像都是 都不用花费的 那个多要钱还好呢 因为这些政客们开支票 他最后都没有实现 所以没有实现 因为在我来看 我反而是庆幸 因为不用花钱 没错 所以他的口头上 这样的那个骗一骗 然后到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做 事实上其实是一个好的 因为大家应该是要坐下来 好好的然后去看看 我们到底现在发生了 什么样一种事情 然后从治标 不是 治本 不是治标 然后来做 可是我们在民众要求的时候 还是都是在治标 你现在我没钱 你赶快给我钱 然后不管这个钱 从哪里来的 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其实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绝对不能接 因为都是有毒的 就做得都非常 所以我们应该是好好的 然后来看看 我们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要这么讲 大概所有的问题 都是政府所造成的 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事情 因为他的政策错误 所以过去其实我们都有 听到了嘛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对 然后现在呢 证策错误 然后造成现在一些 不好的这种结果 回过头来 又来要求政府又来做 那这个错误能一直下去 那一直啊 恶性循环 对 那这样下去 当然 如果这样下去 就是会变成 OK 所以有可能嘛 那一豪你来补充 我想接着 吴老师讲就是 我的 我的全世界错误的政党 比错误的政策更恐怖 我觉得现在是 时势的发展 对我们中 对我们无产阶级 对我们这些工作者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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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的事情 怎么说呢 我手上有一本书是 他是大萧条的孩子们 是一个美国学者 针对萧条时期 出生成长的那一群人 他们成年之后 到底萧条的发展 对他们的人生成长 有没有什么影响 得出一个很恐怖的结论 至少对我言之很恐怖的结论是 一半的人回想起来 当初成长的时候 像活在地狱里 另外一半的人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麻痹了 不是 这就是贫富差距 你说的 也就是说 在萧条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都受害的 ok 那但是在萧条的时候 我们所要面临到的是 政府政策会告诉我们 我们要消减福利支出 所以第一层受害的人 又是中下阶层的人 所以我刚刚讲 错误的政党 是比错误政策更恐怖的是 三十年从老师刚讲 一九八年到现在 贫富差距的 那个静态发展是扩大的 这三十年来 民进党执政过 国民党也执政过 但我们不要忘记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土征税减半 为了拉抬房市 优惠房贷利率 所以我会觉得什么是真的政党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发展 我希望他真的走向一个正常的道路 我希望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是 应该要左派政党出现 那很抱歉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不是左派政党 对啊 现在都没有左派政党 那你要选谁 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问题 那大家得要从观念上去觉醒 就是我们是物产阶级 我们是劳动者 不管你是白领蓝领 我们以前是太幼了 不是左派政党 是太幼了 好我们再回过来看 其实世界经济论坛 在做那个最新竞争力的排行榜 美国排行第五名 可是华尔街的抗议是在说 1比99 也就是说 这个99%的财富 是在1%的人身上 哇这个真的是 也是贫富差距这么大 比台湾可能还要大 所以禁书你怎么看 就是说我们在看台湾的 那个经济成长 然后再看这些东西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那刚刚又谈到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才可能比较说 我们说的公平 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这个整个 经济发展的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上来看 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 2000年开始是一个分顺利 第一个就是促产条例 基本上它是再度的延得10年 那这10年之间 其实它的逐税优惠 大量的是往高科技业者的方向去走 那中小企业传统产业 基本上在这个国家的政策上 是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甚至还要自己想办法过日子 但是话讲回来 中小企业反而是养活 台湾所有劳工 大概占至少8成左右 它其实是负担了台湾的 最大多数的工作机会 但是却没有办法在政策上 得到一个注意 那你认为政府应该怎么做 是鼓励中小企业吗 在这个部分上 其实在经过团体的呼吁 基本上促产条例 已经在2020年 大概已经落日了 可是取而代之的一个 叫做产业创新条例 这个产业创新条例 虽然它把以前的一些租税 优惠的项目都取消 但是唯独它保留一个叫做研发 研发是可以获得租税补助的 可是我们必须要去讲 能够做所谓的研发的 大部分都是大型的 或者是科技产业这一块 但是以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的产业状况来讲 其实这一些业者 某种程度 他们的生产线不在台湾 反而是在对岸 那变成一个很诡异的状况是 我们国家透过出税优惠 去鼓励去促使这一些企业的研发 结果它的生产是在中国 它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在中国 那请问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我们的老公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你都指出了政策的一些盲点 还有政策导致我们的贫富差距更严重 然后财富集中在一些少数的人身上 那其实这个全世界几乎都一样 我们来看台湾的GDP 就是国内的生产毛额 跟我们的薪水是偷钩的 你看这个黄色就是人均的GDP 其实应该可以到六七万 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平均的月薪 才四万多 然后越拉越大 所以它根本就是我们说的经济果实 有十percent的一个经济成长 其实也并没有到真正的薪资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呈现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GDP跟薪资的成长 实质的GDP成长 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是六点七八percent 可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到了这里也是都是成长 可是我们看那个我们的薪资 在那个时候薪资确实是跟着成长 大家都有享受到这个果实 可是到一九九九九年就是两千年到现在 其实是没有成长的 好那我就看到这个 就是说到底这个经济果实 我们怎么样能够分配 然后政府该怎么做 我们刚刚除了说左派政党可是不存在 所以我们就讲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建议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吴教授 我先回答一下 不要说右派左派 这样分了以后那就很糟糕了 这是正常国家都有左派右派的分野 这个民间 或是大家就会非常非常冲突 尤其是族群这样种冲突 那其实我都用人的这样观点然后去看 我们到底是要用什么一种制度什么 因为民主国家到最后是要是人民自己来决定 那你这个观念当然是观念的问题 因为觉得到就是人民他一些的这样种 这个民主的这样种常识还是不足的 或者说一些知识都不足了 那就会被那些精英者 然后你说骗也好啦 或者说他们讲的好像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一直是说你这个有比较有能力的人 是应该去帮忙人家的 而不是说我贡献都是我的 所以你都要都要给我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朝着这个方向来 那你刚刚提到说 过去好像我们的国民所得 然后在提升的时候 我们的薪资也在提升 其实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个 或者说很简单的 所谓的这个全球化 所谓的外包 或者说这个外包 那其实到背后就是这个科技 科技的这样种发达以后 因为科技到最后 他还是归于少数人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又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 因为消费者 都是要评价 都要便宜 这些都是问题 可是政府该怎么做 对 所以但是我回个头来 我说刚刚已经提到 这到底是谁的错 那我已经点出来 就是政府过去政策 一些错误了 好那现在可以怎么做 对我还是要 用雷根的话 还是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所以才有这个政府必要之二 这样种这个情况产生 好那人民该怎么办 对我们人民你自己要觉醒 你自己要说 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怎么来 所以你不要把自己这一票 然后说我不重要 然后我也不去 不去关心 其实我现在在学校里面 这个对那个大学生 可是你刚刚提到说 每个人去关心 这个还是不能 我对那个大学生 我当然是比较失望 失望是什么东西 他们好像在生活当中 那个温温温温温的 不晓得自己在怎么样 那一直鼓励他们说 你要消耗一些关心 你去关心 因为最后你还是要回归 到你自己的这样种 这个身上来 其实我比较 我比较care是什么东西 应该整个这样的环境 让我们去和谐 然后呢 大家怎么样的互相 等一下 这个要讲和谐 现在 我现在大家已经有相对剥夺感 要讲和谐 其实那个公平正义 我们在讲的财富重分配 我觉得是非常重点 所以你认为要怎么样做 我认为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很多都中北清南 中都市 富士乡下 我们的这个政治精英 跟财团跟媒体 某种程度是结合的 所以我们的民众就 除了少说这几位 当然一个 当然请大家多看公共件事 以外 我讲一个 比方说健保这个制度 是完全重南清北的 我们大部分的保费 是在都会去的人交的 真正用的呢 都是比较 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健保维持住 而且我希望 适当地调整保费 而且我们这是调的 是比以前好一点 是让这个有这个资本利得的人 有这个年终奖金很多的人 多缴这个一点点 虽然这个奋战很多 我想就像这样的制度 比方说公共资产 住宅的制度等等 还有呢 比方说教育的制度 让立足别人平等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可是我们很不幸 我们最便宜的竞选 就是我开支票 请你们大家去买单 是 所以在宣言的时候 眼睛要睁大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看到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讲 他说他不要投票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要去投票 要去投票 而且呢 要刚刚好几位都讲了 我们要眼睛睁大一点 OK 而且我觉得今天 我跟吴教授不一样 我觉得不要避讳左右的问题 但是极左极右都是不对的 太左了要往当中拉 因为这样的话 是 这个大家就不用努力了 去不吃大锅饭 好 可是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是努力的人得不到成果 我们就是20年来 所有的劳动的 这个所有经济成长果实 大家都同意 我相信所有的都同意 我想李树德也要同意 这个经济成长是因为 劳动力的提升 可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果实 这个就是要改变这个政策 不管谁当选 而且我曾经 这个时报收看登出来说 我说这个两个烂党 国民党违背三民主义 这个民进党 完全违反他的这个政纲 就没有一个立委骂我 也没有一个 这两党都没有人在说 我讲错了 所以可见我讲的是对的 这个不改 这两个党不改 我们没有希望 我们没有变得党可以来执政 所以要政党改变 可能也很困难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在选举里面去要求他们 可能是一个契机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你可能今天想要买一些奢侈品 就可能会因为薪水没有调涨 就不去花 我刚毕业 那我可能存三十年 我都不一定可以买到 台北市的一层三十平的房子